好的,齐冲兄,我们就开始吧 好的,好像视频没开吧 徐老师,我把主持人的权限给您 就是您可以开,待会就可以共享视频 好的,那我先介绍 是这样,我们还没开始,已经满了 那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是我们支顿人文讲座的第21讲 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我们请到了佛旦大学的徐冲教授 来给我们做一次讲座 我还是行律如一,因为徐老师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我还是要介绍一下他的贡献 因为徐老师可以说在中古史这一块 尤其是未经奶昧朝史,不论是学术的服务组织 还有他个人的研究,研究范式的转移 都有很多的贡献 那么,那么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他的这个专著啊 《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 这是2012年出版 那么最近呢,他又出版了《官书便衣》 《历史书写与未尽精英的政治文化》 可以说呀,徐松老师可以说是 近十年以来,这个历史书写学派的长齐人 可以这么说 那么对我们的,对我们的这个 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史的研究,政治制度 政治文化的研究影响很大 那么另外呢,他还主编了《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杂志 还主编了《日本学者古代中国研究》的重刊 也发表了一些可以说呀,非常重要的这个论文 徐老师的贡献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 那么我们今天呀,就是 请徐老师讲的呢,是跟杯有关 这也是他最近的一些新的一些心得 给我们那个无私的分享 那么题目是《曹指悔杯》 《蔡庸传杯》 《与魏晋杯尽》 《在认识》 我们的讲座呢,是这样 就是我们先请徐老师 讲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或者多一点少一点 那么然后呀,我们开放剩下的时间 给各位朋友啊,跟徐老师做个交流 那么在讲座过程当中啊 大家呀,就是不要那个发那个小广告啊 就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基本上我们这里的老师和同学啊 不太需要,这是跟大家这个交代的啊 那么我们现在就欢迎啊 这个没办法这个徐中兄啊 我们现在没有掌声 那我们就是,我们这个自己鼓掌嘛,好吗? 我们自己鼓掌,然后欢迎徐老师啊 开始他的讲座 好,我们的君君,你把那个 把这个权限交给徐老师啊 好,谢谢银钢兄 我先把这个屏幕PPT共享一下啊 好,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吗? 我这个PPT大家看到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的话我就这个这么讲下去了 有问题的话这个银钢兄随时提醒我 首先当然是谢谢银钢兄这个邀请 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 能来到浙江大学 虽然云来到,不是真正的到这个浙大去拜访 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新的研究 然后银钢兄刚才对我的介绍有很多易美之子 不敢当 就是我之前出版的两本书 应该说是我研究的一部分吧 应该说从很长时间以来 我想主要是读书的时候 受到北大罗欣老师的影响 对中古时刻,时刻时料 就是保持着一个非常密切的关心 但是之前其实主要是关注的是北朝的墓制 近两年的主要的这样一个进展在于 就是我意识到如果要理解北魏墓制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这样一个原流来说的话 就不得不把眼光转向时代的南朝 而要理解南朝时代这样一个墓制的文化来说 就不得不把眼光上述到卫星时代 然后上述到卫星时代来说的话 那显然对东汉时代 这样一个以碑克为代表的 是科文化的认知又是不可缺少 所以这应该说三四年以来 其实都希望作为之后的一个工作做下去吧 在汉代两汉到北朝之间的 这样科文化的发展的问题 是我现在主要在做的工作 那么这次想和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话题 曹植毁碑 蔡庸钻碑与魏晋碑金的再认 前面两个是一个小小的影子吧 其实主要的真的对象就是魏晋碑金的想法 不成熟的想法 算是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个 对于从东汉到北朝时代的科文化的 一系列研究中的早期的这样一个成果 这个此前在应该说这两三年 在首识大还有复旦小范围内 和一些做过报告和讨论 但是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在线上做讲座 或者做这种比较公开的讲座 我第一次是因为受到这个 英刚兄的这样一个邀请以后 我想写东西比较慢了 也手头也没有什么特别性的东西 然后这个呢我想可以代表 我关于最新的思考 所以很高兴有机会做一个汇报 然后呢那我就现在正式开始后面的内容 好 先这是引言的部分 关于我这个讲座处理的主要课题 就是魏晋的所谓的悲劲 这是主要对中古史有所了解熟悉的朋友 大家都很熟悉的话题了 某种程度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常识 对此有所了解的朋友也都知道 他其实这不是说是一个现代学者 得出大家的结论 事实上在我们的基本史料 宋书然后宋书的理智二里面 就有关于他的非常经典的表述 这个表述对于我们关于魏晋时代的 这样悲劲的理解起到非常重要的 或者说变迹性的作用 这个表述里面 就说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 然后有这样一个石刻文化 包括悲鸣在内的石刻文化的很大的发展 然后转折点出现在建安十年 这一年呢就是曹操平定冀州的元氏施力 在元少死后成为华北的这样一个新的霸者 然后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后葬又禁立碑 然后这个禁立碑这样一个事情呢 在之后威晋时代 然后事实上现在我们后面要谈到 你知道东晋南朝都得到了一个长时期的贯彻 一个影响很大的政策 然后这个宋书理智的表述是又禁立碑 然后下面这一段又说此则悲禁上言 然后禁武帝时代的玄宁斯林招又说一禁断之 所以关于这个政策的说法是不一的 我是用了这个卑禁这个说法 也有大量的人用禁卑或者禁卑令 或者卑禁令或者禁立碑之类的 意思都差不多 这个事情就像我刚才说的 是凡治中国文史者都极其熟悉的一个话题 某种程度上来说呢 它已经我们可以说是常识化或者通说化了 而这个通说我这里举出了四位代表性的学者 而我不是说要这个笔幅和数 要跟这个四位大学者来打类 但我想他们可以分别代表四个不同的领域 然后对这样一个卑禁的基本的认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四个不同的领域 然后大家的认识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确实可以说已经通说化了 比如说赵超先生 他的《中国古代识科概论》里面说这个文献记载 那显然就是刚才的送书礼制了 未经之际飞弃后葬严禁立碑 然后在这个碑禁的命令下 这个墓碑消失了 然后就出现了这个仿照墓碑的墓制 杨洪先生我想他可以代表这个考古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 他早他有一篇影响很大非常经典的文章是 谈中国汉唐之间藏俗的变化 说为武敌曹操立主伯葬 然后就像刚才所说的 既然十年正月平积周后 敬后藏禁立碑 然后之后出现的藏俗是西进这个由禁立碑 然后开始出现这个墓碑小型化 毛永明先生我想可以代表中文系这边的 所谓的碑课文献学大家 他为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也很大 他有一本通论性的书就里面说 这个墓碑是和东汉的后藏系组有之间的关系 然后三国曹操碑开始禁止立石碑 然后呢结果也是促进了墓制 然后永田英正先生这个汉代时刻概说 说在他的 他编的那部汉代时刻集成的书里面 等于作为一个前沿的部分上可以代表日本学界 对这样一个威敬石碑 碑克文化的这样认识 曹操下达禁碑令 是为了制止东汉时期后藏风潮的曼 所以我大概总结一下 就是说他的通说来说 以上关于魏晋时代 背禁的这种所谓的基本认识 可以说是由这样三个 具有逻辑关联的三个论点 基本论点构成的 在各个学者这里这个论点的表现当然不一 有或多或少的程度上的差别 但是这样三个论点的基干 我觉得理解还是非常鲜明的 第一点就是背禁这个政策 它针对的对象是东汉盛行的后藏之风 那是魏晋开始推行的搏藏措施的组成部分 是这样一个结论 魏晋推行搏藏 然后这个其中有背禁 针对的是东汉的后藏之风 这当然也意味着他们对东汉立碑的理解 就是东汉的石碑本身是后藏之风的一个 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背禁 不管是叫背禁 还是叫禁立碑还是叫禁碑 它意味着禁止立碑 对立碑这些行为的禁止 它还包含着一个浅含的意思 就是立石碑这件事情 因为是后藏之风的组成的部分 而后藏现在是被否定的 所以立碑这样也是一个负面的行为 是一个坏事 所以要禁止背禁 这是对背禁的一个理解 然后呢第三点 就是因为有背禁 所以导致了木质的出现 它的逻辑关系是 因为有背禁 所以无法在墓外立碑 所以就转入地下矿内 墓内 就是大家看不见的地方 逃避这样一个碑 所以这个碑就缩小化了 所以就促成了这种所谓 碑形墓质的出现 这个在西晋时代有大家 直立出土文物的表现 这样三个论点构成了学界 关于未禁背禁的这样通说的三大部分 实际上在学界我们说 不管哪一点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但我想呢 在考察这个课题的时候 当我看到这样学界关于三个论点 我实际上 对此是感到有点疑惑的 就是实际上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 不管是哪个领域的学者 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都不是从未禁的背禁本身 和未禁时代的石碑文化 来讨论这个课题的 换句话说 关于背禁和未禁时代石碑文化的认识 其实是在讨论别的课题的时候 连带出现的认识 最后组成的这样一个理解 这个实际上我们说它是有点 我们说是有点 某种程度来说是没有经过彻底的 和正面的检讨的 最典型的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上面这个 从后葬到博葬 从后葬到博葬 这是一个我们说 不管是历史学界 还是考古学界 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 我们一会我会 后面也会提到 这个话题当然很重要的课题 然后也成立的 也会成立的 但是它毕竟不是等同于 从立背到背禁本身的这样一个课题 这个从后葬到博葬讨论的主要是说 这个墓葬文化的 从中然后设计到了立背和背禁的课 然后做了这样 然后第二点也很也很重要 就是由背禁导致西禁木制的出现 说因为无法目外立背 然后导致西禁出现背禁木制 这个在学界其实是属于 所谓木制的起源这个课题 这个课题也是综合了历史学界 和考古学界的很多学者 包括中文学界的很多学者 对此都发表了意见 然后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意见 起源于西禁 木制起源于西禁是其中的一大意见 这个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结论 说到所谓木制起源于何时 这也大概 大家对木这样一个认识和定义不太一样 但总之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对背禁的理解 构成了对木制起源的 这样一个学术课题的解释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理由 但是这个本身其实也无法为 也无法为 它是在解释木制为何出现的时候 然后出现了背禁这个理由 但是背禁本身并没有进行一个 说非常正面的讨论 我觉得尤其不可思议的是 就是实际上在文献里面和这个 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出土物里面 其实是存在着大量大量的 未禁的石碑的石粒子的 这个我们后面会举到非常多的例子 我们在讨论未禁就是背禁的 我们首先在后葬到脖葬和木制的起源 这样的这个课题之外 其实首先应该讨论背禁和 背禁也就是所谓的禁止立背 这样一个政策 和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 非常多的 未禁时代的这样一个石碑的实力 它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对未禁能够 未禁的背禁能够这个准确理解的 一个最基础性的工作 但是很可惜 在我关注这个课题的时候 看了看学界现有的研究 我感觉这个确实并不充分 并不充分 然后我这里就不说具体 就什么样的研究了 有很多非常多 很多人都讨论过这个话 都涉及到这个话题 这个很常见的是 对个别未禁明碑的零三考察 有很多很经典的唐先生 日本学者 很多人都进行过讨论 很精神 但是他们没有讨论到这个碑 这个明碑本身和碑禁是什么关系 也有一些讨论碑禁的学者 会涉及到这个碑禁和这个存在石碑的关系 但是我感觉这个讨论的比较泛 就是只是说那碑禁有时候盐 有时候松 盐的时候就没有没有石碑 然后松的时候就出了很多石碑 简单的说就是把碑禁和这个石碑 理解为一个不相容的关系 不相只是一个执行的这种宽延的程度的问题 不彻底的问题 或者作为一个特例的处理 我想这种说法 当然可以解释了 好像也不够彻底 不够彻底 然后还有很多研究 比较拔高个别的政治人物的个人好物 曹操这样的刚才尽力碑 由曹操把其端考察进一步扩展 所以我希望下面对这个课题 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面的考 而且希望能够不仅仅是在所谓的政策层面 也能够在理念层面 结合这个时期出现的更多的这种思想文化的倾向和政治文化的表现 来理解碑禁的出现 那下面的就是从我们这个说到的两个影子之一 曹之悔碑这个话题开始 曹之悔碑这个故事 这是一个小故事 它是只建于一个记载 就是在北唐书超《易文部碑》里面 引了一条这个会计典路 然后会计典路那里面说 曹之为东俄王 东俄先有三十碑 名多非十 直接毁出之 然后以新碑不虚 读全焉 这里的新指的是与新会计典记的 会计出身的这样一个东南人 这里写的是这个曹之的一个事迹 曹之的一个事迹 曹之做东俄王的时候 这样一个 他把东俄的很多碑给毁掉了 这是我们看 至少我自己当初看到这条史料的时候 一个一下的一个非常深刻的 直接的运行 这事本身呢 应该虽然不见于 《卫书辰四王之传》 也不见于曹之今天 所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作品 但是他的真实性 还可以 我们梳理一下 曹之他从这个建安十六年 封平原侯开始 然后这个 一直到这个 最后太和六年 洗封陈王 最后就很快就死掉了 四王之嘛 然后呢 这个就若干的 这样一个所谓的封侯 封王洗封 一直在这个 到处转 然后他这里所谓的 为东俄王 实际上是他 太和六年 改封陈王之前的 上一任 上一任 太和三年封的 也就是这事呢 理论上应该是发生在 太和三年到太和六年 他在东俄当值期间 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说起曹之的这些洗封来 然后这个 因为大家对曹之一般来说 都是比较同情的态度 然后在讨论曹魏的这些 宗王政策的时候 也基本是这样一个基调 曹之自己也说 叫浩泽六亿 居时三千 连遇击土 衣食不济 搞得很悲惨的样子 有时候还写个 齐步诗什么被迫 但是我们说这种 所谓的悲惨呀 这个是 就是相对于他的这种 所谓的 大家对他这样一个 杰出的 精英人物的 所谓的预期而言的 实际上他毫无疑问 还是当时的 最上层的这样精英的 文化精英的 政治精英的 代表性的一份子 再怎么难过也不至于如何 实际上 这个 东欧这个 会计点录 无意中记载下来的 曹之在东欧 毁出三十杯 其实就提示了 曹之 他这样一个个人 在东欧的时候 除了抱怨自己 怀才不遇 然后情况很悲惨之外 其实他还有非常激进性的 作为说政治精英 文化精英所发动的激进性的 文化革新的一面 这个一面就表现在把 东欧的这个三十杯 这个毁到了一大部分 这个其实在他的其他的作品里面 也有表现 比如说这个大家记得 回卷成故殿令 这个是他封卷成侯 又封卷成王之后 在当地干的事儿 给人家扒房子 当地的应该是风景名胜 其实算 虽然比较破败吧 怎么说也是一个古建筑 结果呢 他给给人拆了 是说 旷汉世绝业 大魏龙兴 知人知土 非富汉有 就是他有很强烈的 我们说这种所谓的革命的意思 而革命就叫革新 就叫利新 所以对 夷诸雀而树畅和 平德阳而见太极 这个宫殿的本身的这种再造 也就是其中的表现 那么我操职现在在这个 卷成也要干这样的事情 把这个下线辅殿 真城故殿 就拆了 这个其实是他说 作为我们说新王朝 上代之后 很有这种时代革新的 文化革命的这样一个意念 然后采取的这样的行动 这个在东欧毁 其实跟这个毁 卷成的固定 其实有着大概背后 有着同样的心境和动力 那回到毁的话题来说的话 他在东欧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对 这个时间是在太和三 太和三年到太和六年 他毁的这些毁 我们猜测 然后大多数 其实应该还是东汉时代 东汉后期所树立的碑 也就是汉碑为主 然后被他毁掉了 其实他的这个兄弟曹丕 也干过同样的事 这个规模恐怕更大 他最多就是在东欧搞一搞 然后呢 魏文帝就是在这个洛阳 说这个水晶柱说 洛阳天原池 有魏文帝九华台 说殿基啊 西式洛中固碑累之 显然就是把很多洛中洛阳的 所谓的这种汉代的碑 不管这个碑它的来源 不管是墓碑 还是宋德碑 那样的碑 就当成这个建筑的材料 建设我大卫 新的宫殿文化的表现 这个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看到当时的 以曹批 曹指为代表的 这样曹魏的政治精英们 对于对于东汉的石碑 其实有一种毁除 也就是对他进行否定的 这样一个强烈的倾向 这个现象呢 这个现象让我联想起 吴宏先生 他早年的时候 早年的时候 他曾经有两篇很重要的文章 讨论魏晋时期的毁瓷造墓现象 这个他非常敏锐的观察到 从考古学的角度 看到在魏晋墓中出了很多 东汉地上祠堂的 这样一个石刻的构建 显然这是把东汉 后期盛行于世的 这样一个石刻的祠堂拆了 然后在魏晋时期 来做地下牧师的石料 他把它称之为毁瓷造墓 然后呢 把背后的原因归结于 魏文帝所进行的这样 理智改革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实际上还远远没有 被发掘开的这样一个话 和这个类似 这个毁瓷造墓 我们同样的思路 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 就魏晋时期还有很多 还有不少 也不能说太多 但是至少目前的这个材料里面 可以提示我们的 存在着毁瓷造墓的 就是不仅仅是把地上祠堂拆了 来造这个魏晋时代的墓室 实际上也有一些碑 被毁掉来造成为 墓室的构建的这样一个例子 例子不多 那我可以找到一个 一个是河南掩饰 新元村两座危机墓 这样一个文章 是1984年 掩饰西晋墓 M34里面 有残碑六块 这个发掘者 对这个残碑六块的认识呢 和我不一样 他认为是墓制碑 所谓的墓制碑呢 他认为其实就应该是墓主 这个墓主的小碑了 把它理解为一个这样一个西晋 墓主的碑 西晋的碑 他认为这原来是一个完整的碑 然后是被盗墓者打碎以后 零散的气质在前后式的填土中 但是我感觉这个是不太容易理解 就是确实有盗墓者 但是他把这个墓制碑要打碎 还要气质在填土中 那填土都是石的 还把这个碎碑塞进去 这个不太容易理解 实际上这 它的残的这个部分呢 因为很难把它拼成一个 我们常见的 西晋时代的这种墓中小碑 因为小碑规格比较小 如果是残的话 基本是可以拼出一个完整的形状 他这个没有 其实残的非常厉害 而且从他残的这个内容来看 就是只是一些这种 所谓的提名 碑音的提名 不能确定是碑音 但是我们基本可以肯定 应该是像汉碑一样的 这种碑音提名 河东照 陈吉 辽东诸生 红农照 从这样一个提名格式来看 大概率 其实应该和这个碑主 是这种门声孤立的关系 特别是门声的关系 可能是大的可能性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 这块碑 基本不太可能是西晋时代 墓中的这种所谓的墓制碑 因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关于西晋时代 西晋墓中所出土的 这种所谓墓制碑 就墓中之碑 或者这个碑形墓制 它的这样一个制作者 基本都是这个墓主的家人 这个家人的身份有很多 有的是儿子 有的是区域 有的是丈夫 总之是家里人 门声孤立的 基本上没有看到 其实有 有一个勉强算是门声孤立 但是它也是以一种 集体的形式而出现 而不是这样子 把这个门声的这样一个提名 全部提到后面 我们基本 其实我个人的判断 我觉得这基本应该是 一方 原来的 具有门声孤立提名的这个汉碑 然后它被打碎 然后用作这样一个牧师建筑的材料 然后还有几块零散的就扔在里面 大概这个可能性很大的 总之这应该是一方汉碑的残块 还有一个能够很明显的 和这个所谓毁碑造墓 直接对应上 这个是1993年 引试火神蛙西基木M51出土的 东汉章语残碑 这个在这个学者发表的论文 《章语碑与东汉黄陵》里面相关的 这样一个披露 这个碑呢 我们很明显的知道 它是用残碑直立 仅靠在这个小砖拱圈的涌道门口 以为内侧封门 做了这样一个功用 做了这个功用 它之所以能够放在这里面做封门呢 原因也是因为 这是一方比较 相对比较早期的汉碑 东汉碑 属于东汉中期的 章语东汉中期的高官 碑形本身相对来说还比较小 比较小 所以对它进行一定的加工之后 他们说全碑缺损六十余字 表面粗糙 凿堕痕迹明显 简然就是 正好大小合适 能够用作 未进墓中的内侧封门 然后就放在这里面 所以这个 也是一个 这个就可以 非常明确的确定 这是所谓的 毁碑造墓的现象 还有一个例子 不是特别的贴切 但是和这个 现象有关 我也把它列在这里 这个就是著名的 现在藏于南京博物院的 东进张正墓制 这是一个我们说 这个南京出土的 所谓的墓制 这个墓制很明显是一个碑形的墓制 然后根据现在在 原来南大考古学院毕业 现在在社科院考古所的张金先生 他前年刚发表了一篇文章 讨论这个张正墓制 就这个墓制啊 就是仔细辨别 你会发现 它其实是利用了一块 原来的汉碑 但这个汉碑呢 你只能在它的这个碑额上面 可以认出一些这个残字来 有可能是这几个残存的字啊 但是这个碑本身是 这个显然是复原不出来了 但是它大概率应该也是 也是把一个汉碑毁掉 挪作它用 然后用作这个我们说 东晋时代的一个无人贵族的 这样一个墓制的制作 我想和这个看到的 我们不管这个汉碑是哪来的 是当地原来就有的呢 还是这个所 像张先生所猜测的 是由南都士卒 这个从这个中原 带到这个健康来的 然后作为礼物送给这个张震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但总之呢 它应该是一个对 和我们上面所说的 毁碑造墓这个现象 比较接近的现象 大概没有问题 所以这些现象 不管是曹植的毁碑 还是曹丕的这样一个 用碑来建造这个汉碑 来建造建筑 还是这个普通人用汉碑 来毁碑造墓 它都代表了一个 未经时代人们出现的 对东汉时代的石碑 进行毁除 进行否定 进行挪作他用 可以说是不尊重的 这样一个例子 这样一个印象呢 其实恰恰和 我们一般来说 对于 刚才我举出来的 我们对于背景的 这样一个传统的理解 是相合的 是相合的 就是背景在 就是石碑 东汉的石碑在 魏晋时代 是被否定的 这样一个对象 这个传统印象 不过我想问题不能到此为主 我们对 曹植毁碑 在东欧毁碑的这个事 应该更全面的来看 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注意到两点 就是北唐书超 引的这个会计点路 第一点 就是他在 他这个会计点路 讲这个事情 他的对象 其实不是曹植 而是雨昕 雨昕自文速 力俊手 杰操高力 为什么会说到曹植呢 是说曹植在东欧毁了这30个 毁的这块30个碑 说皆毁除之 但是呢 并没有全部毁掉 其实只毁了29个 以心碑不须读全音 就是留 唯独留下了雨昕碑 没有毁掉 所以他是借曹植之手 在夸这个雨昕 雨昕好 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 因为这个会计点路的作者 叫雨昱 雨昕是他们家的先祖 在东汉时代 雨昱是我们说东晋的 这种会计雨士的 这个代表性的文化精英 他去禁书的 力转于禁书的 他们家好多人都力转 于这个三国志和禁书 从雨番到后面的雨潭 雨茶 雨喜 雨昱 这个一直活跃于东晋的 会计雨昱 显然在当地的时候 是非常著名的无人精英 这个雨昱写过禁书 写过禁书 还写过会计点路 会计点路 根据史通的技术呢 实际上本身就是 被称之为所谓的郡书了 就是对会计郡 这样一个我们说这个历史 和著名的文化名流 都有很多的重点的技术 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在会计点路里面 他重点就记录了自己 这个先祖 这个雨昕的这样一个试迹 然后他还写过《诸语传》 其实用意都是一样的 表彰自己的家族在先祖 这个用意我们很容易理解 所以从这个角来说 就是曹植在东欧毁碑这件事 也许可靠性并不是那么高 或者在很多细节上 比如说是不是把30个碑 里面的29个全都毁掉了 就留下一个雨昴碑 还是说其实只是毁掉了几个 其实流了好多碑 这个细节都不可考 但是他通过这样一个 对曹植毁碑的行为 来表彰自己的祖先 这个逻辑是非常精细的 我们要看到它虚的一面 但是也要看到它实的一面 它实的一面 其实由此我们来观察 反映出来 至少在东晋人的书写里面 所反映出来的 对于魏晋诗碑文化和魏晋理念的影响 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 第一它不是把所有的碑都除掉 都毁掉 说碑都不好都要毁掉 不是 留了一个 而它留下来这个碑 我们说显然在书写者看来 是一个好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这样一个理由 毁掉29个碑的理由是什么 是明多非实 而保留与心碑的理由是什么 不虚 这两个理由其实是一个理由 就是我们说这个明实相符 就是碑本身 碑本身它的这样一个树立 和它的内容的书写 要和这个碑主 它自身的德行 自身的行迹 自身的地位相匹配 如果匹配的话 就是如果不匹配的话 就是虚 而实的碑是可以保留的 虚的碑需要铲除的 这个是才是不仅仅是对碑 就是毁掉 这个是一个我们说 其实是相当片面 我们相当要看到的 毁掉的是29个 但保留了一个 而这种保留的一个呢 其实提醒我们 在这样一个事情的 对于实碑的理解里面 立碑等同于人物评价 等同于立碑就代表了一种 对于人物的 所以这是我们关于这个 曹之毁碑的这个故事 如果更加完整的理解来说的话 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 那把这个结论先放在这里 我们再来看下面 蔡庸传碑的这个故事 蔡庸传碑的这个故事 大家就更熟悉了 因为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像刚才这样 也建于类书引用 条意义 它就是建于后汉书 郭台传里面的一个 都非常熟悉的郭台 这样流传下来的这个故事 正好和蔡庸相关 这个故事非常有名 非常大家都很熟悉了 就是郭台在死死死掉之后 然后四方之士千语人 接来会葬 这个时间不是特别的明确 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建宁二年 灵帝建宁二年 一种灵帝建宁四年 但前后相差不多 大致可以认为是灵帝初年 说有千余人前来会葬 因为这个郭台有名 是当事 然后呢 同志者乃共克什立碑 克什立碑 就要蔡庸来写这个所谓的碑文 蔡庸写完了碑文之后 对卢之说 这段话就非常有名 物为碑名多以皆有残德 为郭有道无愧色尔 说了这么一段话 以后都变成一个典故了 这个事儿呢 我们说这个本身就是 蔡庸为郭泰写碑名 这个事情本身没问题 是个非常真实的事情 因为这个 他写的这个郭有道碑 这个碑文呢 在文选也好 还有后面的一文类句也好 还有蔡庸的蔡中郎吉也好 其实都做了相当完整的保护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篇碑文 而且显然他很快就经典化 知道重要的内容 里面我选 我结选了其中的这个和立碑相关的 这个内容 就说蔡庸的郭泰非常非常好 结高 但最后牺牲之后呢 然后我四方同好之人 勇怀哀悼 然后就商量这个 得因犹存者赖之于建树 然后就要树碑表目 昭明景形写了碑 蔡庸的代表性的作品 这个碑本身是没有问题 个别的词句 在流传过程中有变化差异 但是蔡庸给郭泰写了这样一个碑 这个本身是确定无疑的事情 但是我自己呢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 引起我注意的 从这个对魏晋悲晋的理解 引起我注意的是下面这段话 就是物为悲鸣多矣 皆有残德 为郭有道无愧色 就是我会想在那样一个场合 蔡庸真的对郭泰说了这段话 这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信用 他固然写了这个郭有道悲 但是他是不是在当时这个说了这样的话 之所以这样想呢 是因为就是后汉书郭泰传 以及和他相关的郭泰的事迹 或者我们更升华为郭泰的历史形象 其实从东汉到魏晋时期 经历了一个这个长期的变化的过程 这方面我要向大家推荐 日本学者安波聪役郎先生 他也是刚才银刚兄介绍的 我从事历史书写研究的 我们说重要的启发者 他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工作 给予我很大的帮助 他的代表的作品 这个其实就是他的博士论文了 但后来一直没有出书 是后来作为金泽大学的文学部论集的 其中的特集发出来的 但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册子的规模 非常漂亮的 叫后汉书郭泰列传的构成过程 人物批评家 作为人物批评家的郭泰传 他主要其实讨论的就是 从我们说这个蔡庸所做的《过有道碑》 然后到西晋黄芙蜜的《高师传》 然后再经过葛洪的鲍菩子到元洪 东晋中期的元洪后汉记 再到刘宋初年的《范叶后汉书》 其实可以看到郭泰的形象 郭泰所得到的评价 个人的形象 历史形象 逐渐发生了一个变化 从最初的 我们说这个演绎向圣人转化 从最初的是 不是教授或者进行周游交际 而逐渐升华出了 我们说对人物进行评价 有识人之才的 这样一个所谓人物批评家的形象 最后成为了人物实践能力 可以和姚舜孔子相比的圣人 这个是到了《范叶后汉书》时代 我说最终 也就是说 其实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对于《后汉书》《郭泰传》里面的 出现的任何一个文本 其实我们都应该 对它有这样的史料批判 看看它所表现的这样 不管是文本 还是在文本附着的 这样一个观念 是否确实 东汉后期的这样一个表现 还是说是更后来的历史发展 借郭泰这样一个诗迹 来表现出来的书写 这个当然也常见的一种现象 所以在这里和郭泰 我们说这个给 蔡庸给郭泰写悲文 然后说这么一段话 从这个文本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其实更早的可以追溯到 那个《郭子别传》和司马彪的虚汉书 这个《郭子别传》年代不明 但是学者一般认为 作为魏晋时期的作品 不可能早的东汉时代 我们看到类似的情节 就是讲的这段话 蔡庸 然后告诉卢芷和马尼迪 然后这个说 天下悲鸣 多以未尝不有色 为国有道悲诵无愧 这个相似的话 这个实际上在魏晋时期应该 至少明确的到西晋时期 那么能不能追溯到 这个东汉时代难说了 至少没有看到无关的证据 文本的角度 只能做这样一个追溯到此 我自己感觉呢 蔡庸 我们从蔡庸的这种作品的编年来说 他在 不管是建宁二年还是建宁四年 他做这样一个 大家看这样一个蔡庸所做 蔡庸的做 书里面直接Coffee过来的 借庸的别人 郭友道林宗碑 在这之前 他确实已经物为碑名多以 写了大量的作品 但是在这之后 他还写了大量的作品 所以你考虑到这些作品 这些作品的写作对象 固然有一些是 看起来是这种所谓的敷衍之作 或者说人情之作 比如说给老太太写 给这个夫人写 给小孩写 但是呢 有好多 其实也是很认真的写的 有的呢 还是那最常著名的 当时的政治精英和文化 比如说这个 汝南周聚圣碑 这个是周邪 名列于幻书十传的 当时著名是 和郭泰的这样一个 差不多的 还有他用三篇 诸公书示意 还有鼎明 还有坟前石碑 这样三篇江湖关联的作品 来对当时的著名的官员 朱牧的死后评价 来进行这样自我的建构 是说明他对非常认真的选 并不是一个敷衍之作 何况 从陈留太守 胡公碑到这个 胡府进夫人皇室 同友胡庚 还有胡公夫人林表 这个都是他的恩师兼恩主 这个胡广的家人 胡广的儿子 胡广的太太 胡广妈这个孙子 都是他们家的 后面到最后没几年 他就还要给胡广本人写了三个碑 胡广三碑 我们说这个他这个推崇郭泰是一回事 然后在郭泰死后会葬的 这样一个四方之士千语人 接来会葬的这样一个 我们说显然是一个大型社交场 然后大家都知道 是委托蔡庸来写碑文 然后蔡庸写完碑文 然后就对这个卢志说 我之前写的碑名 都是这个有残德的 为国有道无愧色 这不是打这个 他之前写过碑名的那些人 和家里人的脸 我总觉得从这样一个 我们说人情世故的角度来讲 蔡庸不至于说这样一段话 虽然写了过有道碑 但是这个话 不像是这个场合能讲出来的话 尤其考虑到他 已经给他的恩师胡广家人 写过这么多碑 那即使他真的说了这段话 我们也要说 这个其实体现了蔡庸 极其严重的人格分裂 就是他写这么多碑 这是一个受人委托也好 还是出自他的亲身的这样的动力也好 他写这么多碑 为各种各样的人来写碑 这个我们说实际上是东汉后期 石碑文化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和代表 在行动上 他是一个东汉石碑的这样一个代表者 但是他说的这番言论 其实大家想想看 和刚才曹植在东阿干的事情 所表现出来的 这样一个对东汉石碑文化认识 倾向是完全一致 就是什么呢 他都是对东汉后期 这种烂粒石碑的风气 表现出了极大的批判意识 就是认为碑写的太烂了 而碑写的太烂的表现的弊端 就在于明实不符 明实不符 我们说在曹植这个故事里面 表现的好 在蔡庸这个故事里面表现的 其实也很明 借有残德无愧色 其实说的就是 这个有残德的这些碑名 就是相当于东阿的那二十九个碑 被曹植毁掉的碑 然后郭有道无愧色 就相当于羽心碑 不须读言 所以他是 虽然他是借蔡庸之口 说了这个话 但他表现的真实的意思 其实跟曹 就是蔡庸毁掉了二十 他写过的碑里面的二十九个碑 独独留下了一个郭有道碑 其实跟曹植打斗了这样一个 所以我们说 意识形态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 即使当时蔡庸真的说了这段话 你也可以把它录像 视之为这样一个 石碑认识的先行 而不是他身体力行的 撰写东汉这么多石碑的 实际行动的表现 其实表现出了一个 极大的分裂感 当然更合适的解释 就是这段话根本就不是蔡庸说的 而是后来的人 未尽时代的借蔡庸之口 来表达他们对于 东汉时刻文化的一种批判态 所以呢 我们就有两个故事 曹植毁 和蔡庸转毁 有两个特定的故事 和特定的情节 表现出了特定的倾向 其实是可以得到 这样的认识的 第一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未尽时代的人们认为 就是立毁它其实代表的是 一种人物评价 人物评价呢 他认为 毁明也就是代表的是 明和这个毁主的行迹 就是实 应该处于一种 明实相符的状态 然后由此得到的结论呢 就是并不是说 这个时代就要否定石碑 他否定的是 东汉烂丽石碑的 这样所谓的风气批判 但是他并不是说石碑不好 相反他认为石碑是一种重器 三十个里面 只有一个人 应该立这个碑 有这么多人里面 只有郭有道是无愧色的 石碑是重的 石碑不是不好 而是太好了 不能轻易遇人 是可以得出这样的 所以由此呢 其实我们可以再去观察 和卫星碑禁 直接相关的言论 几篇代表性的文献 就可以看到 由这几篇 对碑禁进行直接阐述的 代表所得出的碑禁的原理 和我们刚才看到的 曹之悔碑和蔡庸转碑 所得出的这样的基点 基本是相关 这个《宋书礼制》里面 对于碑禁写的 非常长的一段 从曹操禁碑 竟然时间禁碑开始 然后到禁武帝 禁武帝 咸零四年招 然后后面到东晋 到东晋末年的 一席中裴松之禁段 一个连续性的表现 注意时间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看他说禁碑的理由 刚才我们说 此前的关于碑禁的 这样一个通说 是认为碑禁针对的 是所谓的东汉时代的 后葬的风气 但是我们其实看这几条材料 你可以看到 他针对的 我们说 与其说是后葬 比如说禁武帝 《行政四年招》里面说 此时寿碑表 即思包美 心掌虚伪 伤财害人莫大 然后一尽断之 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和后葬相关的 这种所谓的奢靡的风气 叫心财 伤财害人 这个是列在第三位的理由 它列在前面的理由 是思包美 就是在民间个人进行这样 而人物评价的这样一个 思包美的结果呢 是心掌虚伪 这个就和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样 对这个明石相辅的 这样一个印象 就完全一样 到下面这个东晋时代 东晋初年 318年的时候 立这个顾荣碑 招特听立 然后此后 近右见颓 特听立就是因为 这个有顾荣的顾立 要求给他立碑 然后之后呢 是大臣掌立 人皆私立 所以之后在一席中 尚书词布郎中 裴松之 亦禁断 这个裴松之 我们都知道 他是做三国治柱的勇 实际上他干的另外一个 影响非常大的事 就是一期中 刘玉掌权时代 在马上就要进行 尽松善待的这样一个 过渡期间 又提出了一个 对背禁的再度的提倡 而且在南朝得到了一个 严格的执行 他所针对的对象 就是大东晋100年的时间里 大臣掌立 人皆私立 非常幸运的是 在宋书的裴松之传里 对他所上的这样一个 易禁断表 做了一个我们说非常 相对来说 比较完整的大段的收入 当然也肯定不是完整的全文了 但是仍然是很珍贵的内容 可以让我们看到 当时的以裴松之为代表的 他后来他这个上表就得到了朝野的一致的支持 就搬行下去了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代表当时时代 时代精英的一个非常共同的认知 他里面对卑是怎么认知的呢 他首先对卑民的性质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卑民 做了一个定义 这样的卑民才是正当的卑民之作 他说呢 要怎么样呢 是明示后困 那什么样的人可以明示后困呢 就是自非书公义德 无以允应之典 就是他开宗明义 就提出了这样两大原则 就是只有这样两类人能够允应之典 他把卑民称之为典 是一种我们说这一般人不可享受的 我们说非常重要的理智 理智高的待遇 这种待遇只有两种人 一种人叫书公之人 一种人叫义德之人 所以他下面其实这两句话也是在阐述 这两种人 一种是道勋光远世所宗推 就是书公嘛 对吧 然后其次 结形高妙一列可计 这个就是义德 然后下面也是 亮彩灯庸 既用显著 然后又说 这个惠迅荣远 树勇所计 最后说 非思族也 则几乎见独义 也就是说 只有书公义德之人 才可以应用卑民 其他人来做这个卑民 就是见 其实配不上说法 他是作为一个理想状态来说的 所以下面接着就说呢 所以到了这个汉代的时候 就到这个现在 从汉代以后 俗必伪心 华藩已久 然后还举出了 蔡雍智文 没有愧策这样的例子 然后一直到这个东西 叫欲有陈利 必为见利 泛滥泛滥 然后呢 就是勒冥寡取信之实 堪实成虚伪之 真假相蒙 所以他主张 不佳尽才 其必无欲 所以要进行整顿 提出的他的 他的这个 我们说这个 对应的措施呢 就是 御立卑者 西令言上 为朝义所许 然后听之 就需要请朝廷批准 提出这样一个建议 所以他对于 我们说裴松之上表 就是 卑禁再度严格化的 这样一个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这样一个上表 实际上 我们说对卑民的理解 可以显示出 未尽时代 实行卑禁以来 经英们对于 卑民的 这样一个理解的关系 其实他表现的 这样一个 这个结论 和我们刚才看到的 曹植毁碑的故事 包括 蔡庸串碑的故事里面 所表现的 这样一个 毁除名多非识的 二十九碑 就留一个 这个 语心不虚的 语心碑 然后 立碑本身代表的是一种 人物评价 认识完全相通的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这个 裴松之日 这都已经到了 东晋末年 马上就有 刘宋南朝初年 这个材料 能说明 魏晋时代 而且又是在健康 来说的这样一番话 这个材料能不能说明 魏晋时期 曹魏西晋这个 推行卑禁的人 它背后的原理 我想 还是具有很强的 延续性和继承性的 我们可以举出一个 中间环节 这个中间环节 就是建于群书制药 所收录的 群书制药是唐初的时候 魏征奉朝 所修一个 类书 你们收了很多 后来议师的材料 其中包括环范 就曹魏后期的 在高平丽之变之中 这个死于 这个司马师之手的 这样一位环范 毫无疑问世 所说魏晋的这样身份 他写过一篇文字叫 《誓妖论》 《誓妖论》它里面 其实有很多 有的是历史故事 但也有很多是 针对当时的线索 发的这种议论 其中有一篇叫 《明磊》 其中就说到 这个是常识黄门 宾客假旗 气室什么之类的 显然这讲的是 一个东汉的时代的历史 然后下面就说 《门声故立》 《何机才获》 《勘时寄功》 《称术勋德》 就讲到东汉后期的 这样一个立碑之风 显然它的立碑的主体 第一是《门声故立》 第二呢 叫做《七要当世》 《遗物后世》 《罪莫大焉》 其实还是一个 我们说名识不符的问题 叫《烂力》 所以下面说 这个赏生以绝路 荣思以累世 是人主权柄 而汉世不尽 由写碑 由立碑 提到后面这样一个 所谓的荣思以累世 是人主权柄 这其实本身也是对 立碑 应该是一种 人物评价的 这样的 威敬时代的认识的 一个再强调 所以它后面就提出 那个《思称与亡命争流》 《臣子与君上俱用》 善恶无章 得失无效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 所以要实行卑禁 这个是卑禁推动 所以由此 我们其实可以 对卑禁呢 做这样的理解了 就是第一 它虽然叫卑禁 或者禁立碑 但是它并不等于 字面意义上禁止 所有人立碑 我想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它是把立碑的适用标准 就东汉的状况而言 大幅提升了 局限在一个非常小 按照它的表述来说 就是书功义德 只有一小部分 非常精英的上 才能获得立碑的资格 这是对它 一个大幅的提升 但这并不等于禁止 所有的人立碑 我们说这是两回事 禁止所有的人立碑 它有一个背后的 这样一个逻辑 就是十碑是不好的 所以要否定消灭十碑 这个纪念装置 因为它是一个邪恶的东西 有不好的 后葬的组成的部分 不为现在的新人 但实际上 我们看卑禁它并不是如此 它只是要把十碑 我发明了一个词 叫做把它重器化 只有一小部分 就像上面所说的 收窄这个适用标准之后的精英 能够享受十碑这样的礼遇 它名义上是所谓的书功义 但是我们说 实际上对应的 应该就是当时的这样 这是我们关于 这个卑禁卑禁原理的认识 这个认识和之前的 之前的我们刚才所描述的 这样一个通说的认识相当的不同 然后下面我想通过检讨 曹卫西晋时期的一些精英立碑 一些它的实力 来进一步来说明 我们刚才根据对卑禁的一些材料的 这样一些认识得出的 所谓的卑禁的原理 是不是能够和曹卫西晋时期的 这个精英立碑的实力 尽管这些例子可能并不全 只是一些因为各种偶然的机缘 残存下来的这样一些例子 但是我想应该也可以对我们的 刚才的结论进一步的冲 这方面我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材料 这个材料依赖于一本非常优秀的作品 张鹏飞先生水晋柱诗课文献重考 很早就注意到水晋柱里面 大家也一样多的记述了很多 从东汉到魏晋时代的各种各样诗课文献 这类型非常多样 是一笔很宝贵的这样 但利用起来 张先生这个书对他做了一个全面的绘集和考证 对我思考先生的这样一帮助很大 是感谢 那我以他这个书为这个依据 然后列出了水晋柱所建的汉魔魏晋的墓碑和宋德碑 列了个表 就大家也不用细看了啊 大致于了解 我分别是碑主 然后本集租年 还有立碑实地 性质段 我可以看到最早的一个建安十二年 建安十二年 刚才我们讲到建安十年曹操平静季州之后 对这个碑克发布了禁碑令 然后呢水晋柱里面看到的这样一个 这个汉魔魏晋十碑的例 从建安十二年开始 然后到建安二十年 然后再到太和年间 这个正元曹魏的后期都 都是都有 然后后来一直就到西晋十八年 前零四年 前零五年后 向后一直延续到嘉年间 它是这样为止 所以它从207年到这个3009 大致在这样一个一百年的时间里面 可以看到有三十多方 三十多方这样 汉魔魏晋墓碑和宋德碑的存在 而三十多方呢 你考虑到其中 有墓碑有宋德碑 宋德碑主要是立在这个碑主 他曾经认官的地方 而墓碑是一般是立在他的这种家乡的墓地里 而存在就是有宋德碑的人 一般推测 他也有墓碑的 所以一百年的时间里面 水晋柱里面记得这三十方 实际的数量 当然还是要更多的扩展 数出其实数出五十方来说的问题 而且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它的时空分布 都没有呈现一个 在某一个地 某一个时段 或者某一个地域 都特别集中的现象 分布非常广泛 然后在当时的国家的 核心地域之内 都有一个非常均匀的 比较均匀的分布 然后立碑的主体 应该可以判断 和东汉一样 还是碑主的门声孤立 但是碑主的身份 相较东汉来说 是确实大幅提升了 我们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朝廷的高官 然后像这个 刚才我们看到 蔡勇写的那些碑领 这个胡广的妈妈 太太 儿子 小孩 都立出碑来的这种现象 应该是见的 基本是朝廷高官 然后还有管理丙元 这样一流的隐 所以这个基本 我们可以看到 是裴崇之所说的 碑名之作 然后 自非书功亦德 无以远映之典 沛松之这个说 这个这个说法 虽然是在 在100年之后的 也就是冬季末年的时代 所发出的这样一论 但是 魏晋时期 同水晋柱所建的 这样一个 石碑文化的表现 其实基本就是 对应他所说的 这个书功和义德两碑 这条对应的关系 我们下面可以举一些 非常具体的例子 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明 尽管当时存在着 明确的碑禁 或者禁碑 这样的明确的 这样一个 我们说禁令和政策 但是 这些所谓的 所能够看到的 魏晋时代石碑的实力 大概都不应该把它理解为 是偷偷的 立的 和碑禁是一个 我们说这种禁止立碑的 理解是一个 冲突的关系 一个是关于 潘越碑 也就是推测 潘越是在永康元年的时候 在八王之乱 早期的时候 被赵王伦所杀 杀了之后 并没有立碑了 这个潘越碑 据水晋柱所说 是他的侄子 潘尼所转 里面就讲道 君与孙秀之难 和门售祸 后来门声赶这个树碑以济世 是门声所立 但是碑文 是他的侄子潘尼所转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个潘越碑 固然他被赵王伦杀掉之后 是不可能立碑的 但是赵王伦孙秀被诛 惠帝反正 潘越被平反之后 他的门声来立这个碑 我们可以推测 他和当时的碑禁政策 显然并不矛盾 碑禁政策的存在 并没有阻止他的门声 在他被平反之后 来立这样一碑 那再来看两个 比较更早期的例子 一个就是第一个 建安十二年的郭家碑 这个是应该是墓碑了 在这个阳迪的郭氏的家 建安十二年 我们说这个曹操 刚刚这个在建安十年 发布了禁碑令 问题在于呢 这个郭家的身份 郭家的身份 他是曹操的 我们说这个非常核心的 复兴之士 复兴的某 然后随曹操北征柳成 足于归途 曹操十分痛心 这个大家都很熟了 说叫林奇桑 埃圣 为之上表增益八百 所以你很难想象 这个郭家碑 不知道是他的孤立 还是胜给他立的这个碑 但是呢 这个碑的树立本身 曹操竟然这么关照他的桑室 这个碑的树立本身 大概不会吧 那换言之 这个碑的本身 如果你把它认为 个违反禁碑令 似乎有过去 更典型的是寻域碑 寻域在寻域 寻域是一文类句 寻域之关部 里面所引的潘絮所转 尚书令寻域 里面就只有片段的话 然后说为得业 武装履信 校友温慧 具体我都不念了 寻域之死 大家都知道 寻域死于建安17年 是一个在和曹操 发生了严重的重制冲突之后 然后神秘的死 当时就被引诛的复读也好 被迫自杀也好 但是他死掉之后呢 因为他和曹操的这样一个 合作的关系 是曹操的重视 对曹操所起兵以来的势力发展 重大的恭喜 朝廷里面也当然 用他举荐的这样传名士 所以双方的关系 并没有完全决裂 有他非常高的待遇 然后让他风风光光的 这个安葬 所以以寻域 这样一个敏感的身份 在建安17年死后 立寻域碑 同时还给他写这样的碑文 我们可以想象 曹操绝对不可能不知 甚至你可以想象 这个事情就是曹操的受益 致推动才能做成的这样 那换言之 发布禁碑令的曹操 和推动寻域碑树立的曹操之间 总不应该是一种矛盾的关系 到了曹操 曹操委后期的时候 我们一个出土 出土的石碑的实例 这个是曹真残碑出于西安 一般曹真残碑 大家讨论的时候 用的踏片 都只有他这个碑扬的 这样一个碑文的残存的部分 和碑音提名的 实际上他的碑册 还有这样一个 我们说龙虎的图案 这个日本学者 金天自久先生 在他的一篇文章里面 曹植残碑考试里面 他用的是日本天力大学的踏片 他很敏感的指出这样一个 这个碑是曹真在 雍州的固立所立 曹真太和五年租 这个碑应该是立于 青龙三年八月以后 这应该算是宋德碑 曹真本身的墓碑 应该是在洛亚 在地灵附近 农珠里有所记录 有两点 第一点 他的碑册是刻有五爪生龙 一般认为 就是皇帝的 皇帝才能专用的这样 所以推测应该是来自朝银的书里 不能随便乱用 虽然是雍州的曹真的固立 立的碑 但是这个说 这个书里不能随便用 更关键的是 他碑文里面还提到 以曹氏为顺厚的这样一个表述 这个事情 实际是当时魏明帝 这个理智改革的这个一部分 当时是先在这个朝廷上 这个由高唐龙首唱此说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然后到这个当年十月 就由魏明帝发布招书 来发布这个 所以等于曹真碑 他是在景初元年八月前后 之前把这个碑立出来 去根据这个今天判断 所以等于是 把正在朝廷激烈争议 但是还没有正式发布的 这样一个以曹氏为顺厚的这个表述 然后刻到了碑里 所以大概率这个碑本身 在考虑到曹真和明帝的关系 曹真的地位 所以大概率这个碑本身呢 它的树立 大概有明帝在背后的这样 受益和支持在内 反正绝对不会是不知前 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 这个时候 这个曹真碑的树立 也并不是一个违反碑禁 偷偷立碑的这样一动 而是朝廷的一个 非常认可的举动 还有一个 两个例子 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 说明这个问题 一个是王姬断碑 王姬是 算是曹魏末年 司马仕这边的一个重臣 他是警员二年死掉的 他这个碑呢 就是在清末 出于洛阳 只剩了一个一半 所谓的断碑 不全 上面写着郡石表木 光石来衣 显然应该是一个墓碑 但是问题在于呢 王姬是东来取成人 山东的 他说他在洛阳地灵附近 拥有所谓的 功臣陪葬之权 在这里也立了 王姬断 也立了碑 在洛阳的陪葬墓 还有一个是这个 90年代出土的例子 出于洛阳掩尸 阳锦残碑 他推测死于晋五帝的晚年 里面就明确提到 这个什么什么 陪葬 宠陵之阳 简单来说这两个碑 都是立在西晋地灵附近的 这样陪葬墓园里面 这样一个功臣的碑 而这个时间点呢 一个261年 一个五帝晚 根据宋书理智的记载 甘露二年的时候 就是257年的 而碑禁上岩 然后贤陵四年 禁五帝 278年 发布招书 叫移禁断之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应该还是比较典型的 碑禁严格执行 然后就在地灵的陪葬 功臣陵园 墓园旁边 就有这样的墓碑的存在 显然我们也不能把它 一个是偷偷的 违反碑禁立出来 这样一个碑 所以我们基本 其实可以得出这样 就是以墓碑 和宋德卑为代表的石碑 即使在例行碑禁的 曹魏西晋时期 不考虑像后来 东晋的这样 碑禁废尺的情况 就是在例行碑禁的 曹魏西晋 他们仍然是备受 精英阶层认可的纪念装置 所以这样来说的话 就是碑禁并不是 要否定消灭石碑 这样一个纪念装置本身 其实是把它重气化 精英化 大幅提升它的 适用的标准 和我们刚才根据 一些材料 对它的原理 做出推测来得出的结论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比较有 就是裴宗之在上 一进段表里面 说了半天 最后他提出的措施 叫西令沿上 为朝义所取 然后听之 就是立碑的程序 他提到要上表 向朝廷申请朝廷批准之后 你顾立才能去立 虽然这个立碑的主体 还是顾立 但是有一个申请 和批准的程序 然后他说的这样一个程序 后来在南朝时代 成为了立碑的标准流 在齐良时代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相关的例子 有文学作品可以标准 那么这个 那卫禁时期怎么样 作为刚刚推行卑禁 就是卫禁时期 像我们刚刚所推测的 这样一个 卑禁的原理的前提之下 那么卑禁具体 在作为一种政策执行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 类似于这样 批准的程序呢 这个目前来说 还看不到直接的 但是我想 有的可能性是大 也就是裴宗之的 这样一个说法 这样一个建议 其实只不过是 循行固立而已 需要把原来的这样一个措施 进行进一步严格化 我们可以举一个间接性的例子 这个例子可能能够有所说明 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是建于蔡中郎文集的刘正南明 所谓的刘正南明 其实就是刘表碑了 这个碑 虽然是收入仅建于蔡中郎文集 但是它一定不是蔡庸的作品 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因为蔡永早就在长安就被王允 王允这个杀掉董卓之后 又杀掉了 而刘表是死于建安13年 然后这个碑里面更加提到 这个要到了曹魏的后 魏明帝太和二年的时候 然后才归葬刘表 然后再把这个碑 再把要立这个碑哦 所以这个一定不是蔡永的作品就是 谁的作品也不知道 但总之应该是曹魏后期 太和二年归葬 就是刘表当年死后 建安13年死后 先是刘坟周土 也就是先葬在了荆州全葬 后来呢叫转移葬归立墓 后来大概率应该是他的陈故 也就是当年他在荆州的故立 然后他们一起合资 然后这个上乃供上归本献葬 就是把他从荆州送回他的家乡 山西吧高平人 送回家乡安葬 所以在太和二年的时候 完成了这次安葬 然后立了这个碑 然后写了这个碑舞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要把刘表 从荆州葬回他的家乡 这个可以明确 是有一个向朝廷申请进行批许 上归本献葬 见听许 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之后 然后才归 归葬我们说 看起来是一个其实蛮正常 政治意味并没有那么 而立碑 像刚才我们说的 在魏晋时期 具有强烈的人物评价的意味 所以从这个角来说 归葬尚且需要申请 那立碑也需要向朝廷申请 非常大的一个推测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 魏晋时期的立碑 大概率需要向朝廷请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魏晋时碑之中的一些 看起来像套话一样的表述 也许背后就对应着一个 向朝廷申请序 这现在只是一个推测了 我再提出来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注意 这个在汉碑里面 其实很少见 就是一个人死后 就是从这个曹魏初年 一直到西晋的时代 都有相关的表乎 成为了一种格套 但是格套本身 它对应的应该 可能是背后的一个制度 就是首先由来自朝廷的 这样一个埃荣和代 然后再由他在写 他的顾立或者他的门声 要相遇看是立碑 可能能说明这样一个关系 至少这可以说明 这个立碑本身 朝廷皇帝一方 绝对不会是不知情的 绝对不会不知情 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 把这样一个立碑本身 理解为是对朝廷的立 这个禁碑令的一个违反关系 在文选仁彦生所做的 这个《为范使星》 作《求利太宰碑表》 这当然是一个 我们说南朝的作品 但他讲里面讲到了 讲到了 西晋时候的故事 说近世出尽立碑 为书之王一从斑裂 而轮略静免故手冒严苛 为之者静免行路 知之者反蒙加探 他提到这样一个先例 这个先例 李山祝尹这个陈牛志 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是说当时呀 这个官至严峻 自司徒为书以下皆不得力 这是一个这种所谓的 我们说 卑劲严格的表现 就即使像司徒为书 这样一个高官 他也不能得到立碑的资格 这应该是目前看到的 卑劲时代非常严格的 严苛的一个标准 但是呢 这个 这个轮略做齐国内史的时候 他这个死在当地 然后很受爱戴 然后齐人想立碑 然后叫冒尽树碑 然后义雀待罪 朝廷闻之探美其会 这个其实是一个 说是一个特例 特例的 其实我们从这里 能够感觉到的 这样一个 背后的对应的现实是 就是为轮略立碑的齐人 他们是知道按照制度 轮略是得不到 这样一个立碑资格 因为当时非常严格 连司徒为书都不能立 所以他们也就没有想 但是他们又知道 不仅是就立碑 实际上是违反 违反卑 所以就去义雀待罪 但是最后朝廷似乎 没有去惩罚他 其实应该算是一个特例 当时的我们说 一般情况来看 是这样 宋书李治所记的甘露二年 他说此则悲尽上延也 悲尽上延的表现 是什么呢 当时有一个人叫王伦 他的职位是大将军参军 然后他的哥哥叫王俊 给他写了一个表德论 说只为王典 不得为名 转录于牧制阴云 这个一般会联系到牧制的起源之类的 这个我们说不去做过多的 只是想说 这里的所谓的 只为王典不得为名 并不是说王典 皇帝朝廷的典制 完全禁止立碑和书写碑 上面所说的碑禁上 碑禁上延不是说禁止立碑 而是把这个立碑的标准 大幅度的向上提升 这个叫做延 也就是说实际上 只是以王伦这样一个低级官僚的身份 得不到这样一种待遇 这个才是这里所说的 只为王典不得为名的真实的 而不是说当时禁止所有人立碑 所以到这里的话 我们再来看 就是刚才的 我们在讲座开头的时候 提到的这样一个通说的 这样一个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我们刚才主要 其实讨论的是第二个层次 就是碑禁意味着禁止立碑 立碑是一个负面的行为 对这个实碑本身的一个否定 这个我们说不确切的 我们刚才做了一个讨论 那第一条 就是碑禁针对的对象 是东汉盛行的后葬之风 是魏晋时期 开始推行的 伯葬措施的组成部分 那么这条所谓的通说 是不是能够成立呢 那我们认为 其实也是需要检讨的 当然了 从后葬到伯葬 从后葬到伯葬这样 这个实际上是从 两汉到魏晋南朝的一个 我们说考古文化 或者三藏文化 重要的已经得到了 学界的很多的成果的认可 没有问题 但是你把禁碑这个事情 纳入进来 不一定合适 之所以把这个事情放进来 很多时候是送到了 受到了送书礼制 这样一个魏武帝 以天下凋毙 下令不得后葬 又敬立碑 的这样一个表述的影响 说这个敬立碑 是后葬 这个反后葬部分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 它的表述是很精确的 下令不得后葬 又敬立碑 它中间加了一个又 所以第一个 不得后葬令 曹操这个时候 我们说还是叫做令 不得后葬令 其实没有包含这个敬碑的内容 然后又敬立碑 这得是诱发了一个令才对 那法国来说 在不得后葬令里面所阐述的 关于后葬的原理之中 就和碑禁是两回事的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 那这个送书礼制 对于从后葬到 伯葬的这样一个表现 其实它有着非常典型的表现 就是它记载了很多 从曹操 曹丕到司马昭 到司马懿 司马师 司马昭 包括司马炎在内 他们在临死之前 所发布的这种 自己的终制 就是如何安排自己的丧事 这个对他们来说 这个终制 我们可以看到 它大体 我们可以认为 这个终制所表现的 就是一种博葬的精神 而这种博葬的精神 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地上设施 一个是内部陪葬 地上设施 是主张利用天然地形 营造墓葬 反对各种耗费人力的人工建筑 包括封树 就像曹丕所说的 寿陵 因山为 然后封树 秦殿 原意 神道 这些统统不要 因为这个非常的耗费人工 耗费财力 所以不厚葬要搏葬 那同样的内部陪葬来说 也是连以食服不设名气 要反对埋各种名气啊 硅金鼠啊 这种耗费财力的随葬 那简单的说呢 就像晋武帝所说的 叫祖考清俭之旨 司马言所说的这个清俭之旨 我感觉非常好的概括 魏信时代 皇帝中至所表现的 这样一个伯葬精神的主旨 然后刚刚提到的 杨洪先生这篇经典的文章 谈安唐间藏俗的演变 我想它的一个很大的意义 就在于 它不是把这样一个藏 看作就是皇帝提倡 然后下面就上行下效的 这样一个简单的结果 而是把它看成一个 整体的社会风气 尤其是精英阶层的社会 所以他很早指出 在皇室以外 就是这个宋书理治所记的 这样一个中制以外 魏晋时期呢 能看到很多 还能看到很多所谓的仪令 仪令其实跟中制是一样的 但是魏晋时期呢 这些大臣写仪令的时候 那个内容和皇帝写的中制 也是一样的伯葬 强调一定要伯葬 然后呢这个在蜀汉和孙武 就相对来表现没有那么明显 在这样杨洪先生能够 已经举出的这些例子之外 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 我还可以举出另外两个例子 两个方面的例子 一个是这个魏晋时期的 这个女性和女性相关的 这样的墓质也好 还是这个蕾词也好 里面所表现的措辞 其实也明显的可以看 在贵族女性这边 也得到了一个 非常强烈的认识 明显的就讲的 和宜命里面讲完全一样 不封不述 山班同行 去子素衣 节恋灵秋 对吧这个就是不封不述了 然后画方墓质里面说 一令送中联以师福 令葬之至 是从节约 是从墓质里面说的 这个联以师福 反之简显 术其素质 无常金玉 其实都是一样的 即使在女性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 国葬里面的表情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 它是一个比较晚的例子 是这个十六国君主 后赵的 前赵的君主刘耀 一个他的糗事 这个事是什么呢 就是刘耀他继位之后 就要给自己迎见寿陵 寿陵的规模很大 叫周回四立下身二十五丈 然后里面有金银财宝 还要给他的父亲和妻子 迎见陵墓 叫做基石为山 增土为父 显然刘耀搞的这样一个 寿陵营建计划 汉代后葬传统的一个典型的表 刘耀虽然是 虽然是已经到了这个十六国早期的 一个后西晋时代 但他的脑子 他的思想意识 他的文化观念 作为一个西晋时代 魏晋时代的这样 来自边缘 边缘人 侯西东耀他们的这种概括 一个边缘人的成长 显然他对魏晋精英的理念 还不是很熟悉 即使做了皇帝之后 表现的仍然也跟不上 魏晋精英的时代的理念 而这个时候 尚在前兆朝廷 是这个大臣 这个乔玉荷包游自远 他们对刘耀进行觐见 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说的这些话 官足周深 这个不封不术 无穷之计 其实表现的 跟魏晋的这个搏葬理念 是完全一样 从另外一个侧面 表现出了搏葬这样一种理念 这样一种理念 在魏晋精英之中的 意识形态化的程度 但是可以注意到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讲搏葬 讲怎么搏葬 讲的很详细 如何如何 外面怎么弄 里面怎么弄 讲的这么详细 但是他唯一没有提到 我们可以注意到 不管是皇帝的宗志 还是下面的遗令 这么多的东西 没有一个人提到 不能立碑 恰恰相反 我们可以看到相反的例子 相反的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 两个魏晋时期的 碑纹理 碑纹理 他明确阐述了对搏葬的 一个是国文院所收的 文人谋准 这个魏以碑 魏以碑的碑音里面说 这个 他说他这个 太和三年 曹魏 未免帝时代 说成为解凉帝 已经八点半了 我加快速度 应该再讲十分钟差不多了 然后说这个 他的目的怎么选呢 世高而去促 行元而被赴 然后凿世而可以必藏 故焚而所及诉朽 这个很明显说的 应高为基 上面说的是应高为基 就不要基土 要选一个天然的 阴山为体 然后凿世 可以必藏 不焚而所记守 这就是不封不束 下面真 以素白而米上 衣服随时而择有 这个就是连以师父 所以这个完全是对 博葬理念的一个系统数 而这个 博葬理念的系统的产发 是刻在他的 这样一个 碑音的后面 作为他这个说 为以碑的一部分而存在 所以这本身 我们可以说明 立碑和博葬之间 其实并不矛盾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 讲到的这个王基断碑 虽然它是一个断 断的碑不完整 但是里面还很幸运的 残留下来了 王则令简 典以师父 这样的很明显 是和这个博葬有关的 一样 跟卫以碑的表现是一样的 就是在碑里面 明确刻写了 作为碑主的品德的表现 明确刻写了这样一个 所谓博葬的理念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反后葬 也就是博葬 和近立碑 它其实是两条线 你不能把近立碑 看成是一个反后葬的一部分 这两条线还意味着 它背后对应的主体 其实是不一样的 针对的主体 反后葬 我们看到它经常是以 通常是以一定赤子的方式 来这个表现出来的 这意味着它颁布的对象 是它的家族 我把它称之为 血缘性的丧家 就是真正的亲族家属 后代 也意味着后葬本 和后葬相关的朱氏 这个负责的是 由血缘性丧家来 他们要做行动的主体 而和近立碑相关的 和碑禁相关的里面出现的 这个针对的对象 颁布的对象 往往是门生孤立 让门生孤立 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反过来说明 立碑本身 立碑本身这件事情 它的行动者 它的主体 不是丧家 血缘性的丧家 而是非血缘性的政治团体 也就是门生孤立 他们来 这本身就是两群人 所做的不同的 针对同一个死者 和这个的这样 丧葬文化的组成部分 他们两个有重合的部分 但是并不是一回事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说 碑禁不是 搏葬措施的组成部分 他们两者是并列官 都是魏晋精英时代理念的体现 我们可以大致 简单的用这样一个表来 后葬私立 这个是东汉时代 分别由丧家和门生孤立 来负责的 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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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大文化的组成部分 他们有重合的部分 这个重合的部分 我们可以说 就是东汉时代十倍的这样一个样 而在这个魏晋时代 就变成了搏葬和碑禁 然后搏葬是从后葬而来 就针对后葬而来 而碑禁是针对私立而言 他们的交叉点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 也是魏晋的十倍 所以虽然都有十倍的交叉 但魏晋时代的十倍文化 和东汉时代的十倍文化 已经有了非常大性质改变和面貌 所以最后我到这个结语的 结语的部分 我们先从这个 这里的一个 很有意思的现象说 就是在 颜康元年 从6月开始 然后一直到这个 10月28号 29号 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准备 和步步为营的这样一个过程 历史上第一次善让 就是汉魏善让 最终终于完成 然后曹魏王朝成立 我这里也是根据 三国志陪著所引得 《先帝传》里面的记载 对这个过程做了一个 非常详细的列表 可以看到从6月开始 然后到10月 然后开始这个 逐步逐步一步一步的 三让三不受 然后最后说可 最后登坛受命 但是我最想说的是 可以注意到 在这个过程里面 在善让的这样一个例 显然这个过程是一个 就已经做了周密规划 和确定的计划 它背后一定有 它的相关的规则 在这里面 我们说 碑的存在感 非常重要 就是在8月8号的时候 在6月到10月之间 在8月8号的时候 在曹市的这个老家 朝县立了一个大响碑 这个正好是曹丕 结束南征 得胜回朝 然后在家乡大父老 这样一个我们说 仪式性的行动的过程中 立了大响碑 然后呢 就到了最后 我们说的善让的最后阶段 在10月27号的时候 有上尊号碑 到10月29号的时候 完成了善让之后 有所谓的受善碑 就是在这样一个 善让的过程的这种策划里面 三次使用了这个 我们说是碑 这样一种经验 这个实际上在魏晋时期 可以看到 我把它称之为王权碑 就它的行动主体 和它的这个碑的 我们说这种赞颂的主体 都是以皇帝权力 为代表的这种王 这个在东汉时代 非常少见的 不典型的一种表现 这个也可以 也可以看到 就是在魏晋时期 虽然例行碑禁 但是皇帝权力本身 却积极地 在各种场合 积极的石碑 来作为王权本身的象征和纪念 这个也可以和我们刚才 对于碑禁的进一步呼应 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以碑禁为 为这样一个过渡 或者为一个标志 东汉后期的石碑文化 曹魏西晋的石碑文化 在各个都构成强烈的 对比性的 或者革新性的关系 有一点是一样的 就是 立碑的主体 都是门生孤立 这样的非血淫性 政治团体 这个没问题 都还是一样 但是呢 东汉时代是门生孤立 自行决定是否立碑 但曹魏西晋时期 是由朝廷掌握 可否立碑的审核权力 那东汉时代呢 碑主的身份 是非常多元化的 阿猫阿狗都能立碑 也立了很多碑 然后呢 曹魏西晋时期 这碑的数量大幅减少 但是并不是完全消失掉 仍然是备受 当时精英阶层认可的 一种纪念装置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 重器化 碑主的身份 也由此精英化 同样 东汉时期 罕见皇帝权力使用石碑 而曹魏西晋时期 皇帝权力自身 有基地石碑的 这样的迹象存在 由此 我们再来看 我们这个讲座 开头提到的两个 这样一个故事 就是曹旨毁碑 和国泰转碑 他所表现的 这样一种时代精神 和对于东汉时代 石碑文化的一个 批判性的态度 以及由此而采取的 一种新的 我们说石碑文化的 建设性所构成的 这样一种关系 其实很 以及这样一种关系 和人物评价的关系 其实我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都能 猜到我后面的台 就是很容易 让人想到 就是魏晋时期的九品中 九品中正制度 人物品之风 唐掌仁先生在他的 九品中正制度实施中 很早 在1950年早期的时候 就明确提出 这样一个制度 是源于东汉后期 流行于世人群体 这种人物品名制度 这种本来是一种 民间文化 是民间的 具有民间层面的 精英文化 但是在魏晋政权成立之后 这样一种民间文化 以推行九品中正制的方式 其实被收编了 一方面有对他的 否定的一部分 就是把人物品名的权力 从大祖民事 收归了中央政权 但是这种否定 并不是完全的否定 其实是把他 对他的一种接受和发扬 是对他的一种精英化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 我们可以说 和九品中正制度 所摆映出来的 时代的进程 时代的倾向 精英文化的特质 其实是具有 非常的共通性的 由此我把 最后做这样一个总结 就是背信的出现 是可以理解为 清流世人在捍卫之际 掌握政治主导权之后 曹卫王权成立之后 包括后来的 威晋革命制 在皇帝权力结构的 重构过程中 将自身所秉持的 精英文化 原来是一种 民间的精英文化 提升至王权层面 进行在 这就是我今天讲的 最终的结论多多评 好的 非常感谢徐老师的讲座 那么刚刚那个就是 我们为了保证这个 讲座的顺利 我们把全员都禁音了 那么我们现在 就把这个放开 那待会呢 我们有朋友有问题的 直接可以 发在那个留言框里 跟徐老师做一个交流 那么其实徐老师的这个讲座 他的这个研究 真的可以体现到一句话 叫 与步一处见移 方式敬移 可以说 就是说 他就是那个 徐老师讲的这个事呢 真的可谓是一个通说 影响非常的广泛 从这个禁地碑 反后荡 一直到后来这个木制的产生 那么从今天的讲座里面 我们看到 就是徐老师这个讲座 给我们揭示的 就是整个的未禁 背禁 它不是说反对 背的这种 这个纪念装置 这用徐老师话来讲 它其实是一种重气化 精英化 那么提高力杯标准的 这样的一个举动 而且后面等于说是层层推进 论证的非常的精彩 那么最后呢 我们落脚在什么地方 其实我们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 就是在这个讲座过程当中 其实这个抽湿剥茧 到后半部分 我其实已经猜到 就是徐老师最后的结论 要落到这个人物评价权力的争夺上了 这个是非常精彩的 其实这个答案 就是在没有揭晓之前 我其实在这个讲座的引导之下 我其实已经想到这样的一层的关系 可谓是非常精彩 那么现在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徐老师非常辛苦 一口气讲了一个小时40 我们现在就开放给大家 那么我们这样 就是大家就在留言框里 把这个问题打出来 那么有徐老师选择性做一些回答 如果有语音的话 就提出一个申请 我们有一位助理 就是他会通过你 然后你可以提出问题 好的 徐中兄你就看看留言框 留言框里面这些问题 你就挑着回答吧 现在有吗 现在有 有了有一个了 有个同学说 这个东汉时期 官员给普通人写碑 是当时的一个普通的文化现象 应该说不是普通 怎么说呢 就是东汉时期 这个 就是我们说 就是这种 有所谓的墓碑来说 不能算是一个普通的文化现象 还没有那么 即使东汉有 这个比起东 比起魏晋来 有很多人 有很多很多的碑 然后他的 术起的对象 比 魏晋时代 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样一个书功义德 这种高官阶层 要广泛的多 但到底能够立碑 也还是一个 我们说这个 需要一定的财力和实力的 这样一种行为了 蔡庸其实 没有给普通人写过碑 他能够写的 我们说像 像这些 很多人 其实都是当时的这个 高官之后 或者跟他有什么这种 非常具体的联系 湖广的很多家人 能请到蔡庸做碑 绝对不是普通人 但是当时我们说 他是没有所谓的审核权 也就是说你只要能够 能够找到愿意给你立碑的人 其实就可以去立 所以很多官员死后 他的这样一个 所谓的门生孤立 去给自己的雇主和老师去立碑 也很常见 但是他们也不能说是普通人 应该说也是相对来说 高一定的这种社会地位 所以我想这种东汉时代的碑 还没有那么的通 你要说普通的这种 所谓的下层的社会人 恐怕不是碑的这种表现 有很多人 比如说侯徐冬老师 研究过的这种行图砖 搞一个这种 还有很多类似的这种 在墓里出土的这种 一般的砖名 那这个问题 我就先回答到这里 我再看 徐老师 徐老师可以听得到吗 我可以听得到 老师 老师您好 我想向您刚才的讲座 提问一个问题 刚才您在论证这个 薄厚造问题 和这个立碑 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的时候 您是提到了 两位女性 穆志明上的一个史课文字 作为一个论证的一个资料 是不是 对 然后就关于穆志明呢 我想问一下老师 就是穆志明和碑的一个关系 他们俩是怎样的 他们俩是同一个概念的一个东西呢 还是说他俩是有我无他的这样 因为好像就是对于我 我是因为是书法商业的 然后我写一个穆志明 我就没有听到过 有一个同名的碑 有他这个碑 好像就没有他这个穆志明的存在 我想问一下二者的关系 哦哦哦 你是说这个就是碑主是吧 类似 就是穆志明和碑 他们两个是 有我没你 还是说他们俩是一个概念的 这个要看时代了 你看过那个宇信文集吗 宇开复集 没有 就是北周时代的 北朝后期 北周 北周时代的这个 这个名作 这个名作家 宇信 当然他是从销梁这个 跑过去的了 宇开复集里面收录了大量 他给当时北周的 西魏北周的权贵 写的十颗的作品 其中是 有很多是碑 有很多是墓志 然后有的人又有碑 又有墓志 这种现象其实常见的 然后但这个现象呢 我们说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大体应该是在 我们说这个 南朝后期 南朝后期 也就是说正式的 学界比较认可的 我的一种意见吧 比较认可的 比较认可的这样 新型的墓志文化 也就是在原家18年 王球做 炎炎之作 王球实质之后 然后出现这种新型的 我们说具有 其实一定程度上 具有碑的性质的 这种墓志明之后 然后 我们说实际上 两者会出现一种 说这比较实不实际的 不实会出现一种 所谓对应的关系 就是有 墓志的人很可能 他也有一个碑 这种情况 会实不实的出现 当然在北朝 在唐代 南朝的表现 也不一样 这个是比较后期的 那老师您就是说 但是在前期的情况 就是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情况要在墓志 作为一种相对来说 比较 我们说典雅的 高级文学作品 出现之后才行 但是在西晋 魏晋时代 当时墓志 如果可以把它称之为 墓志的话 也只是一个在墓中 刚刚开始出现的一个 非常这个 不是那么像碑这种 被大家认为 是一种非常高级的 经典装置的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所以在 魏晋时期 包括在东晋时期 你可能就很难见到 就是碑和墓志的 一个重合的关系 像刚才我 你提到的这个 我举的这个 女性墓志的例子 实际上在西晋时代 很明显的一个现象 很多 出现了很多 就是西晋的 墓志的 智主 都是女性 就是这个现象 是很突出的 但是 没有一个碑是女性的碑 我印象里 大概只有一个碑 是凡士的碑 这是非常少见的一个特例 但是基本 我们说碑主来说 都是蛮高级的精英 老师 刚才你也说就是 墓志明 它也是有一点 碑的性质 在里面的是吗 我的意思是说 到了南北朝 就是所谓 新型的墓志明的文化 创造出来之后 这个说来话 那可不可以把这个 墓志明 小型的墓志明 当做一个 禁碑运动以后 偷偷的 以这个碑的身份 而存在的一种 石刻名文的一个形式 埋在那种木框之中 这样理解呢 这个就是我在 那个开头的时候 这个提示过的 通说第三点 重要的构成 但我觉得这个构成 基本也是不成 因为它需要一个 我这里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还需要专门写文章 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 它的逻辑是 在外面不能立碑了 所以 把碑缩小一下 对 买到 买到这个 里面去 你听起来 似乎这个逻辑 似乎是成立的 但是问题在于呢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西晋的 墓中的这种 所谓的碑 所谓的碑形墓志 或者其他的墓 就像我讲的东西 也提到的 它的 立碑的主体 都是桑架 几乎没有 没有这顾立 而在 墓外的这种所谓 石碑的 这种立碑的主体 都是碑主 门生顾立 所以刚才那个逻辑 就是说 如果门生顾立 因为碑进的存在 不能在墓外立碑 要到里面来立的话 那在里面还应该是 他们来立 但实际上 他们就不见了 主体发生转变了 对 其实 也就是说 我们对 威敬时期的这种 墓中的 即使它长得像碑的 这种小碑形墓志的渊源 其实在我看来 还是应该到 东韩后期以来 到威敬时期的 墓葬内部的这种文化延续 和发展中去找它 而不是这个 说外面的石碑发展 这是我认为 好的 谢谢徐老师 我课后再多了解一下 您推荐的书目 谢谢 谢谢徐老师 那我下面是不是 要再调聊天框里 多问题 大家的问题很多 徐总教练 看一看 哪些问题 有一位 傅龙腾先生说 这个 碑进文献 提到 是受碑表的进段 是碑 徐老师说是 碑标志高 那石寿 石寿表该如何 理解 这个问题很难 我看您是 考古方向出身的 这个其实更多的 应该考古学者 比较关注的话 实际上石寿 碑表 作为一个 南朝的 这样一个 陵墓时刻的三件套 向中央美术学院的 朔老师 过很好的关注 简单的说 我感觉他们 其实各有各的 不同的 发展的脉络 其实不能够 不能够 我放到一个 我这里梳理的 其实只是简单的 这样一个立碑的 这种标 立碑的标准的变化 理念的变化 但是石柱和石寿 在从东汉到 魏晋的南朝的 这个过程里 我觉得和碑的这个 历程应该是不一样 但具体怎么不一样 这方面我需要 看更多的 考古方面的材料 目前我是 学习耿瘦老师 我去看的讨论 那我再看后面 就是 有位同学叫 赵帅奇 谢谢这个赵同学 因为我上 上次看到那个 在那个唐宋 唐宋 我忘记了 你们的那个杂志 叫什么 对我的一个那个 唐代的一个历史 传记材料的书写 做过讨论 非常谢谢你的意见 然后这个 背禁促进木制的普及和发展 这个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我刚才在回答 那个同学的提问的时候 提到这个话 我基本觉得 没有那么明确的关系 就是 之前的 通说 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实际上 比较多的 只是考虑 一两个前提 一个是他们认为 在背禁的这样一个禁止之下 这个魏晋时代 地面上应该是 不要有背的 但实际上 就像我们讨论的 不仅有 而且大家都知道有 都很肯定有 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 其实不存在 因为不能立背 然后在墓里面 就如何如何 第二个更为重要的是 就像西晋时期 其实应该是魏晋时期的 这种所谓墓中的 这种所谓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墓制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类型 但是 不管是什么样的类型 它的这样一个制作主体 其实都是丧家 丧家制作这样的东西 和这个立背 由门生孤立来推动 完全两回事 实际上有相当多的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 就是西晋时期的 这种所谓的墓制的材料 西晋时期的墓制材料 现在靠谱发掘 给我们扩展了很大的视野 其中有一部分 它的身份是非常高的 身份是非常高的 我们基本可以肯定 这些身份很高的 这些所谓的墓制的制 它基本能够获得 立背的资格的这种可能性 其实也是非常高的 即使一时没有获得 我们把它看成 和能够获得立背资格的 这样一个社会阶层 作为同一个社会阶层来说 大概也是没有问题 也就是这部分人 是同时获得了 在墓中放置一种类型的墓制 和在墓外树立石碑的资格 我们可以这样讲 但是也有大量的 还有大量的 相当部分的 西晋时期的墓制的表现 可以说 从它的社会阶层来看 可能是更加的中下层 虽然也是住在洛阳 但是中下层 那个墓制的表现也是 非常的粗糙的一种表现 那这种人显然 其实是 跟立背是完全无缘的 总之 墓制我想应该做单独的讨论 综合各种各样 目的材料的综合讨论 而和背进本身 关系不是那么大 有些墓制 可能有模仿石碑的用意 但是这不是说 因为在外面不能立石碑 好 还有下面一个同学说 曹魏背进想让立背 纳入理智范畴 只让上层经有资格立背 发展到后来 三平以上的官员立背 称为神道背 三平以下不能称背 只能称目标 你说的这个 可能是随带的规定 我想可能是有这样 正式的制度化的 这样一个说法 可能是存在的 但是似乎也不能不说 也不能说曹魏 或者魏晋时期 就是背进 就是没有制度化了 它其实也是 以一种制度的形式 在运行 我的理解是这样 然后有个同学说 曹丕倡导伯葬的中志说 勿引此秋须不识之地 欲使一代之后不知所处 说明其本身 不想人知晓得藏地 墓碑本身具有标识 墓葬未知的作用 所以礼碑和伯葬不存在 中志里面说的这种话 这个话不能理解的太实 因为帝灵本身 要即使一代之后不知其处 也是很难的 另外这个是中志 我们要注意到 我提醒大家 中志就是皇帝的 这样一个所谓 对自己丧葬后世的安排 而皇帝 基本我们是看不到 他的立碑的 碑本身虽然在 不是作为墓碑 墓地 墓地是没有这个墓碑的 虽然我们说 这个王权碑 在魏晋时代 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 但是具体到 他的墓葬里面 其实我们现在基本 可以看到的是 皇帝本身是没有碑 这是我想强 所以你这个问题 可以在这个层面上来理解 有个同学说 这个西晋太史八年孙氏碑 都不是墓志明 而是私人亲属所作的纪念 对 太史八年的孙氏碑 是一方这个立在外面的这样墓碑 但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而且它是 它是这个 就是女性的碑 包括你后面说 永平元年的徐军碑 只能说这种碑在当时 相对来说是一种非常非主流的 这样一种现象 包括太史八年的孙氏碑 他是否经过了这样 我们以后也许会找到 越来越多的这种所谓的 所谓的和 就是不合乎魏晋时期 这样一个对氏碑的定义的 就是我刚所引用的 这样一个碑名之作的 各种各样的一些个例 但我想这个应该算是例外 和这个和我们今天所得出的 对于魏晋碑禁的整体的 这样一个认识 算太矛盾 然后还有同学说 既然墓志要随葬 为什么要放墓志 难道是希望后人能打开 墓框看到墓志吗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提问 可以说是永恒的问题 实际上我在跟罗欣老师 接触这个北朝墓志的时候 就困扰于这样 这是为什么 从我对北魏洛阳时代 开始创造的这样墓志文化 对唐代的墓志文化 也有极大的影响的内容来看 实际上就是北朝这种 从肖文帝迁路之后 开始创造的这种墓志明的文化 虽然是各好了 放到这个里面去买起来 看不见 但是它的内容 基本是会被大家 通过各种渠道所知识 唐宋以后 很多时候是伴随着 文人的文集所印出来 北魏时代通过什么情况 这个流传出来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其实没有人是偷偷写一个墓志 他写的这个墓志的内容 其实有着各种各样 对当时时局时代 各种各样的 所谓的历史书写的考虑 你会看到他的书写的一个前提 就是他知道别人会看到 这个墓志的内容 所以不能乱写 会有各种各样的顾忌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但是在另外一种类型的 或者早期比较常见的 很多的那种墓志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东晋的墓志的表现 它是很简单的变成了很简单的 那种所谓的专名 里面的内容很少 讲的就是他家族的基本的信息 这种墓志 它的主要的作用 其实有点像侯老师 研究过的那种 所谓东汉的行图砖 行图砖的专名 它主要记录这些信息 是为了将来千藏所用 就是对东京人来说 健康的精英来说 他们的老家是在 比如蓝牙王室 还在中原 在北方 将来这个王室 北返中原的时候 他们还要迁回家乡 归葬祖坟 现在在健康呢 只不过是一个权葬 定位上是这样一个流亡者的心态 所以在他们的墓志的 这样一个所谓的专名里面 要记述这些相关的亲属的信息 是为了将来千藏的方便 所以我们虽然叫墓志 统称墓志或者墓志名 但实际上从东汉到魏晋 到东晋到南朝到南美朝 它的形态 形制的功能 文体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一定要联系到 当时的具体的社会状况 才能对此做出一个准确的理解 徐老师很辛苦 要不我们再回答两个问题吧 徐老师挑想回答吧 对 我们后面这篇同学们 我们的朋友们 可以去看徐老师的研究 好 后面有一位中大的同学说 宋书李智提到 靖元帝太行元年为雇荣立碑之事 是否可以视作 魏晋时期 门生孤立立碑 需要提前上保潮 如果是的话 为何还需要招特听许 你这个问题其实蛮关键的 我倒是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 理论来说 似乎可以看作 当时的立碑 就像你说的 这个倒是对我的论证 一个很好的补充 就是 当时门生孤立立碑 是需要上保潮 但是 招特听许的意思 我想他的这样一个逻辑 是说 就是 以顾荣的这样一个身份 似乎当时 是得不到立碑的 这样一个待遇的 但是又因为 是东晋朝廷 特别考虑到 顾荣在这个 这个说江南的这样一个地位 所以又招特听许 这个口子一开 后面就这个 就收不住了 所以整个东晋时代 这个背禁废尺 这是我的这样的 对 谢谢你这样的提示 吴盛尧应该是中大李丹杰的博士吧 是吧 哦 这个 今天这个中午史的这个青年 青年学者特别多 是 我看很多这个提问都很很刁钻 我都不太好回答 有些是年轻老师 有的是 对 要不差不多了吧 嗯 好 林刚兄 我就回答你了 看 大家都特别感兴趣 对这个话题 问题也特别的多 很想跟徐老师交流 那么 期待以后我们再有机会 请徐老师再来 再来跟我们分享 那么现在疫情呢 那个也不能到现场 其实我跟徐老师 大家可能不知道 也好多年没有见面 那么希望疫情过去 能够就是到现场来 到请徐老师到浙大来 再做交流 那么另外呢就是 徐老师这个研究 应该很快就看出了 是吧 对大概会 我头也闻死了 应该就快快了 对对对 那么有兴趣的话 想了解更多细节 可以去看徐老师这个 即将发出发表的这个论文 另外的话就是 徐老师一些书啊 就是徐老师的研究 非常诚细 往往就是初次薄茧 会纹绕着一个一个问题啊 就是把所有的关节都打通 最后形成一个系统的一个研究 大家可以去看他的书啊 他的这个文章 那么好的 因为今天晚上啊时间有限 我们呃 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 那么我们再次感谢 徐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讲座 好啊 那么 那么徐东兄啊 那么 那么就是那个 也很辛苦 嗯 就那个 就那个 早点退场休息吧 好的 因为这个 我们这个 需要给你鼓掌 但是这个 这个 这个装置没有 但是实在是非常精彩 今天晚上我也学到了很多 谢谢银钢兄 谢谢各位哦 大家提的问题 银钢兄这个 就是这个 聊天栏这个问题 能copy下来吗 好的好的 我让我让那个助理的学生啊 做一个整合呀 然后发给你 发给发给你 谢谢 因为我感觉